我們今天要我們今天影片呢是要為禮拜三與港澳的比賽準備七人制的場地 要如何要如何戰然後呢要如何進攻跟防守 好那我們第一個部分會先從防守的角度出發 然後呢第二個部分會再從進攻的角度出發 呃我提出的建議是我們禮拜三可以踢2-3-1 因為從以前的經驗來講說的話我們的防守是不錯的 但是一直沒有進攻能力並不是很好 然後因為我們以前都是踢3-2-1 那因為由於港澳並不是進攻能力太強的隊伍 我覺得我們可以踢2-3-1這個陣型 兩個defender然後兩個邊路一個中場一個中場跟一個前鋒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可以有更多的進攻方式 然後也會有更多的呃就是也就有更多人在進攻能夠幫支援進攻方 好那第一個部分防防守的話呃防守的話那個跟五人制一樣 在防守的時候兩邊的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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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的陣型就是要 哪有必須要防守陣型要緊縮所以大家盡量要縮下來 那這個最主要是邊封邊路能夠要回來然後縮下來 縮下來 OK 這樣子那麼近他們就很難 呃很難展開 就是展開攻擊很難從中間攻擊 那假如球在這邊 假如球在左邊 呃球在下面這邊 那這時候呢 兩個防守的兩個不需要接引要必須要靠過來 這個要靠過來對上這個人 OK 然後呢這個要靠過來 這個要靠過來 那這一位呢 這一位呢他就要負責這邊的 OK 不是不是這個後衛 而是邊路要負責上面這一半邊的 的旁邊的這個人他如果切入 或是呃他們反轉的話他能夠第一個能跑去支援 OK 他能夠假如有 假如他踢到那邊的話 他是要能夠第一個跑去支援 OK 跟同樣的概念 假如球到到達這邊的話 好 好前鋒就在這兒 兩個後衛必須要能夠 兩個後衛之間的距離不能遠 真的不能遠 必須要能夠互相接引 然後這個人要對應到他 這個人中鋒在中間 然後呢 這個要回來到 這個 呃 前鋒至少要回來能夠 能夠回到中場位置 然後呢 邊路要能夠 六號要能夠守 呃下面 這一整塊的移動 OK OK 好 好 這是 防 呃防守的意識 防守的概念 這是防守的概念 然後 假如我們要開始 press他們 假如前鋒 發現 有一個人控球 有點差勁 OK 控球 控的蠻差勁的 還沒有控好球 或是呢 這個後衛呢 已經運球到 他們半場的 比較 比較深的地方了 OK 比較靠近中場的地方 這時候後 前鋒就要做一個 繞 繞的動作 OK 這個是邊峰 邊峰 前峰 這時候 這時候的前峰 必須要能夠做一個 先切 傳球線 然後再去朝那個人走 逼迫他 他 只能 逼迫他怎麼樣 只能傳五號 或者是 四號 OK 逼迫他只能傳五號或四號 那這時候 這時候 五號跟四號的防守者 就是我們的五號跟四號 黃色五號跟四號 就會知道有 他 二號只能傳五號跟四號 所以你們就要準備 知道說 他們要接到球了 要準備能夠 他一傳那個瞬間 有保護的話 就去切掉 沒有保護的話 就是等他們 等他們接到球的那個瞬間 去 去壓迫他們 讓他們無法轉身 OK 傳到五號無法轉身 他只能傳回來 傳到四號無法轉身 他只能傳回來 或是他就傳給五號 一樣傳給五號 也要 也要 也要讓五號有一個 滿困難的時間無法轉身 逼迫他再撤回去 OK 或再撤回去 這樣我們就達到了 防守目的 防守目的其實不是要 最主要 最主要不是要 搶回 搶回球 最主要的時間 防守目的是 不要讓球 能夠 呃 換邊 假如你已經壓迫 上半步了 就不要讓球能夠 跑 輕易的跑到下半步 因為我們 我們的防守陣型 又要改回 下半步 會非常 大家會非常累 大家會跑得非常累 對 然後呢 第二個也是不要讓 球前進 所以呢 7號從這邊壓迫之後 他傳給4號 跟5號 因為 我們的5號跟4號已經 預料到 2號會傳給5號 他們的5號跟4號 所以呢 就可以做一個 很完善的壓迫 不讓他們轉身 讓他們無法傳球給7號 或是無法過人 這時候他們就必須要 必須要傳平行的球 或傳回去 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話 他們就無法 呃 前進 那就是達到防守目的 OK 所以隊圖要幾點 防守 防守時候 大家必須要能夠 compact OK Narrow compact 一球 在左邊還右邊 整個隊的陣型 要能夠 改變 跟著 對應 兩個 防守者 2號跟3號 之間的距離不能遠 必須要有 相近的距離 5號要能夠跑 邊路 5號跟6號要能夠 cover 另外一邊 球不在的另外一邊 OK 7號呢 必須要能夠40 在對的時機展開壓迫 然後呢 我們 其他隊 隊友要能夠 看得出他展開了壓迫 要能夠跟上 對 不然的話 平常7號 不要 釣 釣回來太遠 必須要能夠留在前面 以防我們 可能一搶到球 就能夠傳給7號 讓他 當作支點 讓 讓球可以快速前進 OK 現在來到進攻方 進攻的話 我們隊伍的陣型 就是跟 防守的陣型 變成 opposite 要變成 wide 尤其是邊路 邊路5號跟6號 要能夠製造 那個 那個 wide the width the width 寬度 要能夠製造寬度 7號要能夠製造 深度 讓整個 讓他們的防守 無法 narrow 讓他們的防守無法 narrow 當我們 寬的時候 他們就無法 全部擠在一起 他們必須要寬起來 才能夠防我們 這時候就會有很多 接球路線 OK 嗯 好 那個 現在呢 我們來做一些 做一些 做一些演練 除了 寬之外 當球 來到 上半步的時候 我們要 隨時能夠 呃 製造出 三 兩個 兩個 形狀 一個是菱形 有沒有看到 四五六七 製造出了 進攻菱形 OK 四五六七製造出了進攻菱形 OK 四五六七製造出了進攻菱形 三四五製造出了防守的三角形 最後 二呢 在中間 中間後面 當作 呃 Changing point OK Changing 那個 換邊 換邊的 的支點 所以呢 當我們 製造出了進攻菱形 的時候 就跟我們五人治的球 的球場打法一樣 OK 五人治的球場打法一樣 要能夠 要能夠 互相接引 要能夠互相接引 有人 有人 假如 有人 有人往內跑了 那 7號 可以在這邊接引 6號 也可以呢 把5號 所跑出 跑出來製造空間 呃 來到這邊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交換 OK 懂嗎 進攻 進攻菱形 就是在跟 2號 五人治一樣 大家能夠 靈活互換 然後呢 隨時製造出 傳球的三個點 左邊 右邊 跟前面 好 那防守三角形勢 當 隊友 對方守得很緊的時候 對方守得很緊的時候 他們都 Narrow回來的話 我們可以回傳 我們可以回傳給 3號 OK 讓他看有沒有再次 進攻的機會 沒有的話 快速轉換給2號 這個 這個 呃 那個 換 換邊的支點 當他換邊的支點 他當然就是要換邊啦 換邊的時候 4號就拉回來 boom 傳給4號 這時候他傳完之後 2號要跟上 變成 新的那個 新的那個 防守三角形 2 4 5 形成新的防守三角形 然後呢 4 5 6 又製造一個 新的那個 進攻菱形 看得出來嗎 進攻菱形 OK 所以要 keep in mind 有一個防守三角形 2 4 5 進攻菱形 4 5 6 7 然後跟一個 3號 在 後面當 所謂的 大角 跟 所謂的 換邊的支點 OK 所以呢 2號跟3號 1 換邊的點 會輪流當 呃 支點 OK 然後會輪流當 防守三角形的支柱 防守三角形的支柱 呃 所以這邊要到這邊 這邊 這邊 OK 好 另外 我們呢 在 從守門員開球的時候 這時候對我們最有利 我們可以慢慢 自 呃 呃 以陣型的方式 打破他們的陣線 那 這邊舉個例子 好 2 3 OK 好 這邊來舉個例子 當我們進攻的時候 守門員的球 兩個防守員 一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 必須要能夠 Y OK 假如他傳2 這時候7呢 以 職業的方式的話 他會選擇 想要 這樣繞過來傳 OK 繞過來切 然後再防他 正常來說 但是正常來說 他們不會做得那麼完整 所以呢 等他跑過來的時候 你2號呢 可以回傳給1號 再傳給3號 如果我傳球很準的話 就直接傳給3號 這時候呢 7號 已經跑來這了 3號 然後直接傳到 透過1號 會直接傳給3號之後 7號就等於廢了 7號就等於廢了 可以直接 7號 3號就直接 往前運球 這時候呢 OK 他們就必須做出抉擇 第一個是 好 可能原本是兩個防守者 其中一個去跑去 支援中場 然後4號去壓迫他 平前這樣子 或者他會 留在後面 然後呢這樣子 那這時候中場 3號就可以 自由運球 往前幫助隊友進攻 OK 然後呢 OK 那當然 假如這樣是自由的話 那他4號 到時候就 會必須要過來 這時候 5號就會空出來 就可以傳給5號 如果他們 沒有那麼 防守 沒那麼鬆的話 這時候 6號會去壓迫中場 4號會去壓迫 持球 控持球者 這時候 要不然就是 5號 5號回來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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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那個傳球的空間 假如沒有的話 這時候6號就會回來 接引 boom 然後呢 再跟5號做個1-2 或跟7號做個1-2 OK 所以前鋒 要能夠 能夠 與中場做一個很好的接引 假如你看到中場 在想回來接球的時候 呃 被壓得很緊 這時候就是你一個 回來的一個 突然拉回來的好機會 要不然就可以轉身turn 要不然就傳1-2 傳給5號 5號這時候 看到6號過來接球 5號就要跑 或7號也要跑 懂嗎 OK 呃 等到跑了之後 然後 當然 大家 我們跑的時候 就要能夠是做出 進攻菱形 與 與防 那個 防守三角形 OK 就到這邊了 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講的 進攻菱形跟防守三角形 能夠 做出來當然是最好 OK 無法的話 沒關係 回傳3號 回傳3號 回傳2號 然後呢 在4號 拉回來 我們再換邊 但是 最主要是注意的是 一開始 前 呃 守門員開球之後 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 我們會從 防守折開球 我們不會 假如有 當然假如有 能夠大腳 能夠讓前鋒直接 控住的情況下 是最好的 但是假如沒有話 那我們就慢慢來 我們就從後面 開始組織 讓他們 逼迫他們 的防守陣型 比較拉大 沒辦法 narrow 這樣子呢 我們可以先 把7號 然後 透過 2號 3號 的寬度 讓7號 給廢掉 然後呢 其中一個防守員 可以 開始參與 進攻 往前運球 這時候呢 5號 跟6號 的傳球線 不能重疊 好 5號 6號 先下來 被緊跟著的話 5號 這時候空出來 拉下來 傳給5號 當然能夠傳給4號 邊路沒有防得很緊的話 就傳給4號 然後4號就可以 不然的話 就要傳給5或6 OK 假如都 都防得很緊 沒關係 回來 跟守門員玩 跟James一起玩 James很厲害 把球傳給James 我們 我們在 我們在換邊 再重新打製造機會 他是個七人之的場地 所以呢他們壓迫沒那麼快 我們要能夠運用 球 傳球 有比人的速度快的方式 找出 哪一個人是空的 然後呢 這樣子就可以 呃 發展我們的進攻 最後一點要注意的是 尤其在七人之非常重要 我們的 body positioning 必須要是正確的 請 4號 跟7號 這兩個邊路 永遠 都要能夠 背 背對著那個邊線 那身體是側身的 可以看到前面跟右邊 轉身的時候也很容易 6號呢 也是 要永遠要能夠是 側身的 你們的背呢 要能夠永遠背對著 呃 邊線 不要背對著 呃我們要進攻的球門 5號也是跑 跑位的時候 這個 這個是大家 都要能夠記得的 側身 這樣子就可以讓你看到 你的隊友也可以讓他看到 讓你看到 你 可能 呃後面來壓破你的對手 呃 我大概 想要 想到的就是這個 大家必須要 呃 記住這幾點 好 那 禮拜三加油 正法一定贏 OK 好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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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